舞蹈组曲可以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 绝对是有它一定的道理 完成了一个比较中庸、优雅的舞步 大家都想动一下 所以紧接着Alemant出现 基本上是不停的了 就会直接进入另一种舞蹈 就是Colante 或者用法文读叫Kuhans 富朗舞曲 富朗舞曲是一个由法国 或者是意大利两个地方的一种舞蹈 在法文里面有一个字叫Kuhi Kuhi Kuhi 不想到我的朋友咬我 就是解 跑步 如果你上网看资料 本身Kuhans 来源来自拉丁文 Kuro 也是解跑步 你听名字你就知道 富朗舞曲 它是一个快的舞蹈 就是跑的舞蹈 速度一定是偏快的 刚才说的 它出现了两种 意大利式和法式 意大利式和法式的最大对比 就是速度上有分别 意大利是会比法式那种富朗舞曲来得快的 而在巴哈的富朗舞曲里面 这个反而是比较似 虽然它叫做法国组曲 但是这个富朗舞曲 就像意大利式多一点 意大利式的舞蹈 除了是一个很快的速度之外 而且它主要是主音音乐多 其实阿拉曼斯也是 但是来到一个组曲 它的功能性上 已经不是纯粹服侍跳舞 这个活动 所以它可以 巴哈的发挥空间大很多 在这个富朗舞曲里面 基本上任何一手都是 它都是用对位化去形成的 所以大家可以听到 很快跑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它通常都是用三拍子形成的 所以大家稍后听到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快速度的舞曲 而且它是 不断地有些音在走来走去的 大家听一下就知道 一样我也是会示范 第四和第五首法国组曲里面的富朗舞曲 大家听一下就会大概知道 那个感觉是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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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physiqu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